作為是個音樂人 又是一個愛車族 我覺得這兩個很重要 愛車的男人應該都會很愛手錶 因為他是一個講究所謂的 機械的這個部分 那當然做音樂呢 是講究很多的一些細節 跟所謂的創意跟藝術 美學等等 所以我覺得 fine watch 所謂的很高級很精緻的手錶 就像我手上戴的這一支 我覺得就是把這兩個東西結合 完美的結合 所謂的把這個機械的部分 它的complexity 它的複雜度 加上它的美 它的美學的部分 這兩個東西可以結合出來 我覺得是 男人很愛 那當然作為所謂的 創作音樂的人來講 愛車子的人來講 他更 他更是會特別的喜歡吧 他的名稱叫做 立體渦旋 造型不動式駝飛輪 光聽這個名字就感覺很厲害了 對 他是個非常複雜的一個名字 那當然他也是一個 所謂的周邊耀 他就是一個駝飛輪 那駝飛輪也可以算是 這個在表的這個世界裡面 算是最高境界 因為他的複雜度 是超出我們可能一般人的這個想像 那當然我覺得另外一個就是說 Cartier一直是在 我覺得尤其在這幾年 其實除了這個珠寶的方面 當然是非常的前衛 跟一個領先者 可是我覺得這幾年 Cartier其實也花很多很多的時間 在手錶上面 那我覺得在我的手上這一支 也就是這個一個 一個活活的一個 living proof Cartier其實在這個部分 真的是下了非常非常多的心血 想要把手錶這個東西 其實一直 可以說這一百多年 一直也是做了很多的突破 但是我覺得這支錶 的確非常的特別 而且非常的美 一個錶的一個所謂heritage 就是它的歷史 它的歷史我覺得非常重要 所以我覺得 所謂的一些好的品牌 它是有歷史的 那當然我們可能也在這幾年 也會看到有很多的錶 是可能 只有十年二十年的歷史 它可能沒有那麼多的heritage 當然不代表它不是好的錶 但我覺得對一個collector來講 一個收藏家來講 所謂的歷史是非常重要的 我是常常都會注意 就是說有哪一些新的一些款 或者說有哪一些今年 比如說每一年的這個SIHH 有哪一些新的一些錶 但我是不是說瘋狂地說 每一支我都一定要收藏到 我覺得到這個可能到沒有了 但我其實有 我有一個好朋友他現在在現場 那其實他本來是完全對這個錶沒有興趣的 可是因為我送了他一支錶 差不多應該有十幾年前 送了他一支錶之後 他現在瘋狂地開始變成一個 一個手錶的收藏家 所以我覺得這個男人 好像到了這個40歲的時候 有時候突然就會 要有一些新的一些嗜好 那當然這個收藏手錶 是一個蠻貴的一個一個嗜好的 但我覺得其實比較重要的不是 就像我說的不是錶的價位 而且是他的特別 他的獨特性 那個是永遠是 永遠是掛在前面吧 應該是三年前 送我老爸一支 一百多萬的一支錶 對 那那個時候我給我爸 戴上那支錶的時候 他完全不知道那個錶 是什麼東西 然後直到他帶出去的時候 我旁邊的朋友就說 欸 陶大偉 你這支錶很厲害 他說 喔 真的嗎 他就很驕傲 他說這我兒子送的 對 那時候買的時候 就覺得說 哇 這錶真的是很貴 然後自己不捨得買 可是我覺得那個時候 因為要送給我老爸 一個生日禮物嘛 差不多三年前 對 然後現在他帶的時候 他都覺得非常的驕傲 雖然他還是搞不太清楚 那個錶到底是什麼牌子 爸爸對你裝個不錯 就像我上次也有說 其實這個穩定 然後我就是需要休養 然後同時間還是要繼續感謝 因為在不管是在收到一些 比如說網上的留言也好啦 然後透過可能媒體啦 親朋好友 都有很多人都有在 祝他這個身體早日康復 那我相信他這個 他的身體一定會很快就好起來了 對 所以這個請繼續為他祈禱 他不只是使喚我 使喚我們大家 對 然後這個坐立不安 一下要坐那邊 一下要坐那邊 然後常常喜歡出去啊 等等的 所以我們都還是盡量讓他 讓他在家裡面休養啦 對 因為我覺得這段時間 這個不管是出去天氣也好啦 鬼人感冒也好啦 都是盡量要去避免 可能跟外界的 比如說這個 這個細菌啦等等的 一些這個接觸 其實我們聊很多東西耶 對 因為這個 我覺得好像已經快沒有話題 可以聊了 因為每天每天都在聊天 對 那我爸就會這個 我覺得老人家真的蠻可愛的 就是這個新的東西呢 記不太住 可是以前的東西呢 就一直在重複 所以可能我們一天 可能要這個講 講真的同樣的話題 可能要講一個這個四五次 對 所以這個可以說是也是在 一開始的時候 真的還蠻磨這個我的耐性的 可是現在我會覺得 挺可愛的 因為你會用不同的方式去回應他 對 那當然這個 因為這個老爸最近就是 之前在醫院呢 然後身體不太好 就有很多的一些 他的一些親朋好友來看他 那除了說要應對我爸 我還要應對他的一些 他的一些老朋友 那他們也都差不多 也就是那個年紀七十幾歲上下 每天都要同樣要重複說 以前我跟你老爸怎麼樣怎麼樣 哇 好累啊 真的好累 我覺得我還是趕快把 讓爸爸身體這個樣好 我要趕快去做音樂了 對 我這個其實也一直沒有跟大家說 就是今年其實本來是要發這個 新專輯的 可是因為爸爸的狀況 所以我想說 還是希望可以多陪陪他 對 然後我覺得爸爸還是第一啦 對我來講 那專輯的話 也請大家耐心的等待 不是說不做 也不是說沒有在做 都一直在做 只是說因為爸爸的狀況現在 必須要 我是家裡面的獨生子嘛 所以我需要陪在他的身邊 然後做很多的一些決定啦 安排啦等等的 所以請大家這個多担待 新專輯 明年一定會發的 我之前有說 手是一直有一點不太舒服啦 對 但目前來講 這個就是也是在 也是在處理的一件事情當中 但手上有太多件事情了現在 除了公司的新人發片 之外爸爸的狀況 然後自己的新專輯 然後明年還有巡迴演唱會 手上的東西其實真的蠻多的 對 所以也希望這個 大家也可以為我加油 為我打氣 希望可以交出好的成績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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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